这个水潭在拱溪静溪市的零碗村 位于中越边境 当地人叫它零碗水潭 每大夏天 这里是当地年轻人的游乐场 村里跳水运动员的培训基地 在当地如果不敢在这里跳水 在村里绝对找不到女朋友 大于这个水潭有多深 至今还十个米 也不知道水从何来流向何处 跳下来 我来个猪猫 村民看到我们 过来给我们讲水潭的故事 另外水潭是群村人的饮用水 夏天有人在里面游泳 还有人在这里添水 当然也有人下去被捕拉上来的 水潭里的水从它济湿起 从来没干过 水从哪里来 流到哪里去 他们都不知道 你们怎么知道这个有二十多米生 二十多米生是吧 是啊 你们怎么知道 那个我的钓鱼啊 那个要个蓝就这样下去啊 哦 钓鱼 钓鱼啊 测出来了 鱼线释出来了 嗯 王浩在准备水下无人机 现在用水下无人机 探索这个淋湾水潭 看起来很吓得呀 看看它到底有多深 看起来到底有多深 看起来飞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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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起来飞行模式 好多小鱼啊 嗯 这是鱼好漂亮 鱼好漂亮 鱼好漂亮 大鱼也有 这小鱼 好多啊 鱼群 这鱼真多 现在是5米的深度 16米 这像一个竖井样的啊 这像一个竖井 这像一个竖井 18米 哎呦 这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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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有竖井 绕过去 20米 20米 最近高峰下跤 20米 28米 比刚才生了啊 这什么 这什么 这庚军尾好像是 像自行车啊 啊 是谁的自行车 这谁的自行车一样 这里 有有有 谁的自行车 二千 二千 一跌着了 一跌着了 有鱼 有鱼 金线鱼吧 金线鱼 嗯 金线鱼 一跌着了 你再一个鱼 一跌着了 这个地方感觉也见不出 30米了 不主要是鱼身吧 又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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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足够小甲这里 很多金鲜巴养 你看又有鱼 金鲜巴的深度挺深的 又有鱼 这不是金鲜巴 好多 你看好多条 大鱼 有鱼 很多鱼 一群鱼 这好像也是个坑 这里可以继续下 你看这也是个深坑 深坑 然后 往往下降 31米了 31米了 现在有 31米了 有鱼 一群一群的 很小 大的 有大的 大小的鱼 又有一群鱼 一群鱼 你看三只鱼 上面像是金鲜鱼 好像是金鲜鱼 发现金矿了 这群鱼 这群鱼 这群鱼不白 你看这群鱼还有一点大 有鱼啊 有鱼啊 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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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金鲜巴 还有鱼鱼吗 还可以下 还可以下 这里面是个洞 它在洞里面了 在洞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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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下到31.2米 水温20.9度 咱们把无人机给收回来 帮别人看这脑 好 成功收回 这下面鱼还挺多的 对 上面鱼还挺多 这次咱们用无人机拍到的鱼最多 水下无人机 现在和当地人喝个饮 我们要看这无人机下去找水了